很多被孕的孕妈都了解,被孕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,就是找准排卵期,在排卵期内安排同房被孕,有这样的认识自然是不错的,但是,除了找准排卵期,被孕的时候还得做好计算这几方面的事情才好哦,今天就来一起和姐妹们聊,排卵期被孕的三大绝招,生娃能否一发集中,来年生个猪宝宝。 首先,生娃这件事不是一发集中的,但是孕妈应该清楚自己的排卵期,这样也会提高自己的受孕几率,下面来看看医生总结的找准排卵期,提高受孕几率的三大绝招。 一,同房前清洁,很多朋友并不是很注意同房前的清洁工作,尤其是男性,但是,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不当的清洁工作,很容易让女性深受严正问题的干扫,尤其如果能够顺利受孕,孕期遭遇严正问题,也会相对比较辛苦。 五,二,调整好心理,有些孕妈对于备孕计划的过于周详,在一天的几点几点安排同房,这样有计划不然是好的准备,但是太过致志化,很容易给夫妇也带来太大的压力。 二,而心理压力大的情况下,短毛毕心太平和顺其自然的朋友,要花费的力气大一些的。 三,同房后安排,孕妈在备孕是一个过程,并不是在排卵期,安排好同房就好了。 关于同房后的每一步,我们也都要有认识,首先,同房结束的当下,不要立即起床活动或清洗,可以经过片刻,给更多的更多的时间前进。 另外,安排同房结束后,也不要过于消极知道结果,通常月经推迟5到10天的时候,才能比较清晰的通过早孕试自检测,看是不是怀孕的。 所以,孕妈在被孕的时候,也不能超级过急,正确推算排卵期,也是孕妈快速接好孕,生个猪宝宝的捷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